在愛機品溫的部分可以成功的送出去 接下來打擊的郭戴琪 這一球咬的也蠻深遠的 現在要飛出中外野的拳打牆 挑戰新裝棒球場最遠的中外野 今天看郭戴琪幾次的揮擊 真的來講力道都蠻猛的 郭戴琪今天是三之三的表現 而且謝榮豪又是受到長打的傷害 這一來一往也抵消剛才林薇柱敲出的拳打 那就是郭戴琪本季的第六轟 所以就是我們前面所提到 最近同時在無常比賽來看看 雖然他們團隊的打擊力並不是很突出 但在長打這部分來講確實是蠻可怕的